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武广高速铁路的始发站 武汉车站 这个武广线是横川三个省份 这其中包括湖南 湖北和广东 跨长江越乡江 春南岭 咸珠江 一条跨越中南的铁路大通道 于2009年12月6日9时通车了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把老铁路员工 也是中国铁路文公团的著名影视演员李明奇老师 请来了跟我们共同去拜访拜访这条武广高速铁路 同时感受一下这条黄金通道的魅力 这是一条改变时空的黄金通道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时速350公里的长大客运专线 跨江越历 它如何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中诞生 连通吴广 它将给两亿带来怎样的巨变 全景展示吴广高铁建设奇迹系列篇 感受吴广高铁即将播出 在华中的龟山脚下滚滚东流的长江 孕育出富饶的江汉平原 在华南 珠江所冲击而成的三角洲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富庶的区域之一 如今一条现代化的高速铁路将它们连在一起 运营时速350公里和谐号动车组 仅用三个小时 千里五广间就实现了直达 这是中国铁路再一次以世界第一的运营速度 世纪一流的技术 引领其一场现代交通方式所带来的革命 李老师咱俩看着这个大桥真是很有感慨 你想想现在从武汉到广州六个小时 一个来回回来了 单程才用三个小时 就过去想到关系 是 那个清朝政府那会儿就立要修这个约翰田路 那是1896年 利益等到动工的时候 1900年 哇 四年过去了 啊 耗资太大 没钱呢 可是修成了 什么时候呢 修成了是1936年 近四十年 哇 天 近四十年啊 四十年 半个世纪都要过去 这个约翰铁路呢 有110年的历史 过去那时候咱们铁路卖 从这个武汉到广州 需要44个小时 现在三个小时 但我听说那时候好像 这过江 还得坐轮渡 对呀 五十年代我们来演出的时候 就是啊 这武汉三年都连不到一起 五十年代还这样 是啊 这个桥是五七年修起来 用船拉火车 对呀 是啊 所以说呢 现在真是 发展太快了 真是 另外修筑这条铁路 是全国人民的夙愿 也是我们全国铁路之工的夙愿 伴随着汽笛声 中国列车从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驶来 一路坎坷 一路执着 1955年9月1日 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经过两年的奋战 万里长江上第一座公路铁路两运大桥 于1957年10月15日胜利建成同车 从此金汉铁路与越汉铁路连成一体 正式更名为金广铁路 武汉广州两地间的列车运行时间 从44小时压缩到不到20小时 此后 铁路部门通过提速等获失 武汉至广州间的客车旅行时间 缩短到10个小时左右 车轮飞奔越来越快 然而在经济发达 人流物流频繁的珠三角地区 广州至武汉段成为全国最繁忙 最密集干线 运输能力处于超饱和状态 尤其在春运期间 一票难求成为铁路部门的揪心之痛 由此武汉高速铁路建设应运而生 院长我听说这个1000多公里的这个黄金大道 里面的隧道和桥梁特别多 你讲的一点都不错 从武汉到广州 1068公里这个范围内 我们设计的隧道就有226座 这不都是吗 像这个岸 这个都是五千大山的隧道 隧道 桥梁呢 有691座 这是一条我国建成的线路最长 技术标准最高 投资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 纵贯南北的武汉高铁 不仅要跨越江河天前 还要穿越重篮别障 分别穿过灰岩 百岩和沙岩 地质情况非常复杂 为了环保 高铁从湖南长沙城下穿过 这就是武汉的天兴州大桥 漂亮 没想到它就这么高 因为它建在天兴州上 这个就是天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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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中间那是个岛啊 完了那边还有江面啊 对对对 武汉天兴州长江大桥 是武广高速铁路关键工程 大桥为双塔三锁面空铁 两用钢横梁写拉桥 全长十一公里 该桥是武汉市的第六座长江大桥 搭载四线铁路 双向六车道公路过江 该桥核载量达两万吨 相当于武汉长江大桥 和南京长江大桥载荷量的总和 从而成为世界桥梁史上 一个新的传奇 这武汉天兴州大桥啊 太厉害了 创造了四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是在跨度上 大桥的主跨504米 就从这头到那头 从这个墩子到那个墩子 到那个墩子 504米 这是世界第一的跨度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通航的要求 天兴州大桥采用了504米的跨度 这相当于武汉长江大桥的三倍多 比目前位居世界第一的 厄勒海峡特大桥的主跨 长出了14米 成为世界上公铁两用桥梁中的 最大跨度 你知道 一年前我曾经在这采访 那时候啊 这桥面还没有完全形容 现在我们就是在长江的正中央了 可以看看这个桥的 这个504米的跨度 这个位置真好 对 两个桥墩的 这么这中间没有任何桥墩 上面要跑四列重载的火车 你想想这个篮度有多大 再看这感觉 咱们工程太长了 短短一年时间 真是 天嵌变土 第二个就是这个桥的宽度 是四线铁路 四线铁路在全世界上 没有这样桥能放四条铁路在桥上的 过去 四线铁路 都是正面一个车 或者会撤一个 这这正向一个反向这么一个车 对啊 您什么时候看跑火车说 旁边还有一个车跟你一块跑 没见过 这桥上就不 那就是四条层了 四条层了 第三个速度上 这个桥可满足时速200公里以上列车运行 一般啊 这车到桥上就放慢了 但这个的速度仍然可以不减速 这个也是世界第一 第四是在贺载上 这个桥可同时承载两万吨的重量 四个世界的重量 两万吨呢 时代的速度 扛上时代的重量 你看这个就是双塔三索面 看到那些索面吗 看见了 看见了 一排一排一排的 三个索面 多得很漂亮吧 白色索面 哦 我没有想到它中间还一样 中间一个城绿所 这个没看见 你看没有 三索面 双塔三索面 公贴两用长江大桥 那桥都要打得很深的 很牢固的 是不是啊 所以啊 我们应该感谢那些 那个就是 建设的 塑铁路的施工现场 在五广高铁建设中 他们曾承担了 湖北省境内贤宁 和往东韶关的 全部路段 为五广高铁建设 立下了汉马功劳 李老师看到这很奇怪 啊 奇怪 这什么东西都满在这 对啊 这是 这是一个那个 梁线交梁的一个支架 支架上面的那个 压到一些火灵头一直快 嗯 它的目的呢 就是说为了消除那个支架 它有这些 呃弹性变形跟非弹性变形 哦 二个呢 检查这个稳定性 这其他安全作用 就是 然后按按照梁的重量 来进行预压的 哦 这确保这个梁啊 那个那个不出问题 就是等于说 这些像砝码一样 对对对对 这个配重 这个重量是跟我们这个 梁的重量 梁的重量是一模一样 对对对 按这重量先预压一下 预压 这个架子就固定住了 呃 压就压稳定嘛 压稳定了 老板一讲的就压稳定一下吧 对对对对 李老师您知道吧 我们大家都说 这高铁速度快了 快了其实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安全 对 你说你快了 但是你开散架子了 这怎么弄 是是是 所以说大家看这 这就是高铁这路基 这真的 这样的路基铺设好了 能够保证安全运行多少年 一百年 百年大 百年大 中国铁路就是这样 在全国新一代的高铁工人手中 一米一米向前延伸着 那每一米的延伸 都是一场利于智慧的较量 都是一场与世界先进水平 接轨的高端挑战 当回忆起五广高铁建设的那段日子 工人们最感自豪的 就是他们建造的 拼四河大桥 拼四河大桥共有一百零四个桥墩 每个桥墩下面分别有九根装机 这些双机需要直接与地下几十米 甚至八十米深的坚固岩丛连接 因此施工上的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这个施工去了就比较困难 一般的砖打下去 遇到个龙洞 再穿第二个龙洞容易卡砖 卡了砖之后 刚才向文学也教授了 采取很多办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那个 在汉地修桥 要用到潜水员 有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必须要潜水下去之后 把那个状头把它捞起来 十五高铁 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完工 北京到武汉四小时便可到达 正是频繁着他们 创造了一个个高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